国军重型消毒车启动第一次的任务来到芳聊 整个台风过后第一次实施这个环境消毒作业 那也是第一次播发支部队服役的装备 前有喷雾后有助装喷洒消毒车可以完成较大规模的工作 而巷弄背负式的器材派上用场 军方人员大街小巷穿梭但突然的大雨打断工作 现在大雨滂沱所以消毒工作被迫终止 但是垃圾的清运还会持续 如果说连续两个小时以后你就会很紧张 天大雨生就会担心但家园恢复的工作没有因为大雨停下 天时地利人和三村的居民大家努力着 大家新闻注农萧红素屏东报道